注意看,这位身姿曼妙的花滑选手 就是被兵你们称为冰上仙子的日本 花样滑冰运动员本田真领 同时他也被誉为最美花滑猩猩 2001年8月21日 本田真领出生于日本京都市 在五个兄弟姐妹中排名老三 小时候本田真领尝试过许多艺术和体育项目 比如体操、游泳、绘画、钢琴、网球和冰球等 本田真领自两岁起便请跟其哥哥本田太医的脚步 就进入冰场开始花滑训练 因为本田真领的父亲本田龙依 充当着教练兼经纪人的角色 一家五兄妹有四个练习过花滑 爷爷则经营着四个年收入超21日元的企业 四兄妹的花滑费用都由爷爷一手包办 本田真领是一位名副其实 来体谈体验生活的顶级白富美 在生活成本极高的人 练习花滑从来都不是一笔小数目 曾有知情人表示 培养一个专业花滑运动员 一年至少要花1000万人员 可想而知四兄妹一年得花多少钱 要是一般的普通家庭 如何承担得起这笔雇费的费用呢 临走呢 还随手关了它 So funn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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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funn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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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爷爷一年能赚20亿 他还是凭自己的本事 成为了世界冠军 2017年9月16日 本田真领 获得美国国际花样滑冰经典赛比赛冠军 这也是本田真领升入成年组的首战 2019年10月27日 在花样滑冰大奖赛加拿大战比赛中 本田真领带伤出战获得第六名 不过比赛名次对带伤的他来说 已经不重要了 能完成比赛已经是不幸中的万象了 虽然日本运动员比较猖狂 但是本田真领受伤也要完成比赛的精神 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关于本田真领 大家还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欢迎评论区和懒洋洋一起讨论 幸福在于喜怒哀乐 松了舌打不了无人问 这也是本田真领受论区和懒忆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